望线,无你和欢,第五集,蓝锡尘也不戳穿她,恋然一笑,那我得去多准备些熏香才行了。 这蚊虫还真是厉害,万一咬伤哪个世家子弟就不好了。 蓝湛的耳朵悄悄地红了,蓝锡尘看了一眼一旁乖乖的人阿线,日后不要你望鸡哥哥说什么,你都答应知道了吗? 可是他就是只听望鸡哥哥的话啊,不过他还是乖乖地点了点头事,阿线知道了。 蓝锡尘点了点头,而后离开了静视,卫英上前握住蓝湛的手望鸡哥哥,是不是线线做错什么事了? 这小家伙虽不懂怎么回事,可是关自己就会敏感些,可他不喜欢这小家伙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拦, 没有,线线,以后不用这般小心翼翼,我看了心疼。 好,线线以后都不这样了。 蓝湛,把他抱怀里过几天,我带你去陪陪叔父。 他喜欢线线了吗? 是,那是不是线线可以留在望鸡哥哥身边了? 是,卫英高兴地笑了起来,他静静地窝在蓝湛怀里,蓝湛紧紧抱着他,看着怀里的小家伙这般容易满足,他却更心疼了,他给的还不够呢。 不过这小家伙只要能待在自己身边就满足了,那这刚好自己可以做到的。 那以后加倍疼他宠他便是,这些天蓝湛都带着卫英去雅士请安,相处了解下来。 蓝湛人渐渐对他改观,虽说不再干涉,可还是,他看向一旁的蓝溪沉,罢了,随他去吧。 蓝湿如蓝溪沉说的那般,不需要忘记传承,他让他们回去了,以后不会再干涉他们之间的事,不用天天过来了,这条路自己选的,人也是自己选的。 好与坏都得自己学会承担,蓝湛硬下,带着卫英行李便离开。 江彦离这些天,感觉到不对了,蓝老先生不再多过问蓝二公子的事,对自己的也没那么在意了,那狐媚子做了什么? 不行,再这样下去,他就没机会了,这算什么?把自己当个傻子一样耍着玩吗? 夜半无人时,云深不知处密邻里,金子轩看着眼前人,不知道这将是大小姐深更半夜约自己出来做什么。 金公子,你想不想得到那位英?是又如何?不如我们合作如何?我为何要和你合作?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。 如若你一个人也可以为何到现在还没成功?那蓝二公子可把他护得那般好。 金子轩一时语色,确实眼看听学就要结束了,可是他一点机会也寻不到。 那蓝二公子把那人护得极好,寸步不离地守着,而那人除了听学时跟镊氏公子玩得不错之外,其余的人不见他多大力。 原以为他是个单纯无知之辈,一点小恩小惠就会骗走,可谁知他那些招数对他无用,反而对他越来越防备。 怎么样?为什么要跟我合作?你想要卫英,而我想要蓝二公子。 成交?明日我会把他留在我院里,届时你在暗处等着,暗号就是我把烛火吹灭。 好,说完两人,便看了看四周,确认无人便离开了,这时黑暗里一个身影小心翼翼地出来,冷笑一声,便也离开了。 这天听学结束,江燕里把自己的弟弟支走,而后拦着蓝湛和卫英,说以前不懂事,做了许多错事,希望给个机会他弥补。 蓝湛心想试出反常必有妖,正想拒绝,不曾想身旁的小家伙硬下了,走之前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,便跟着他离开了。 到了他院子,卫英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他做戏,一直拖着,卫英看着天色已晚,便知他该进入主题了。 卫英看着院落里的临缘不寻常的动静,这么迫不及待啊,那他不成全一下,是不是太不厚道了? 于是卫英主动说道,不是请我进屋里做作的吗? 对对,进了屋里,卫英便发觉不对,所以他立马关闭午时,这还是忘记哥哥前几天教他的。 转身冷冷地看着他,江彦离被他的眼神吓到,那眼神比蓝二公子的还恐怖,仿佛看自己就像看个死人一样,毫无感情。 卫英心里想着,真是浪费时间,忘记哥哥在静视肯定等级了,于是不再浪费时间了。 在他在看向自己时,自己一副无知的样子,江彦离觉得,刚刚是不是自己的错觉。 他对卫英说道,我做了些好吃的,我去拿给你吃。 卫英点了点头,江彦离看着他,心里觉得不对劲,可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。 他压下这股不对劲,转身离去,卫英在他转身离去时,抬手把他打晕了,而后把他拖到床上躺着,而后出门,抬手用灵力吹熄烛火。 一个闪身躲在了暗处,果然不一会,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往屋里走去。 听到里面的稀稀苏苏的声音传来,魏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,慢慢享受吧。 昨夜他又偷偷地跑到冷泉准备泡灰水,不曾想看到这两人在密谋要怎么害他,真当他是那单纯无知之辈了。 他除了忘鸡哥哥,其余的人他是不会信的,要不是为了忘鸡哥哥,这些东西会是自己的对手。 他也知道忘鸡哥哥让他隐藏自己的实力,也是怕有危险找上自己,毕竟人心难测。 他要回去找忘鸡哥哥了,忘鸡哥哥该着急了,他才离开忘鸡哥哥几个时辰而已,就这么想他了,他快被忘鸡哥哥宠娇气了。 魏英回到静时,看见蓝湛在屋外焦急地等待着,不时地妄想他回来经过的路。 魏英加快步伐,向他跑过去,忘鸡哥哥,线线回来了。 蓝湛听到声音,看到一白衣身影向自己跑来,蓝湛连忙接住扑向自己的人。 魏英扑进他怀里,闻着他喜欢的檀香,蹭了蹭他的脸。 蓝湛人怀里的小家伙在自己怀里撒娇,忘鸡哥哥,线线饿了。 好,我们回去吃饭。 魏英点了点头,蓝湛牵着他的手往屋里走去,帮他洗净手,仔细检查他可有受伤。 魏英在他面前转了一圈,而后往他怀里倒去,蓝湛连忙抱住他。 而这小家伙在自己怀里笑得开心,蓝湛无奈地摇了摇头,而后牵着他的手到桌边坐下。 魏英看到一桌都是他爱吃的,蓝湛盛了一碗饭给他,蓝湛接过,加了一块紫菜给他。 而后自己才吃,蓝湛看着他吃得眉眼弯弯,嘴巴都有米粒不支。 但是,魏英看着他,怎么旺鸡哥哥不吃饭啊?定定看着他做肾,他有饭菜好吃吗? 两人吃完收拾好,蓝湛去烧水了,魏英像蓝湛的小尾巴一样,蓝湛去拿他,跟着去啊。 蓝湛最后无奈一把把他抱起,而后设好结界,这才把他放水里,让他自己玩。 蓝湛泡到水里,就暂时忘了要黏着他的旺鸡哥哥了,蓝湛趁现在,去洗漱去了。 蓝湛熄灭烛火,回到床上,刚躺好一个温暖的身体,熟悉地往他怀里钻。 蓝湛把他抱怀里,让他躺得舒服点,而后听着怀里的人呼吸渐渐平稳,蓝湛这才亲了亲他的额头晚安。 我的线线。 晨光稀微,蓝湛醒了过来,看着怀里的小家伙还未醒,也就不吵醒他。 小心地抽出他枕着的手臂,不想弄醒了他,小家伙一脸睡眼惺忪地看着他。 蓝湛亲了亲他乖,还早,在睡会。 卫英摇了摇头,而后起身忘记哥哥,抱抱,蓝湛把他抱怀里,而后起身,带他去洗漱去了。 吃完早饭,便往蓝湿去,今日是听学最后一天,听学完也快到这小家伙的生辰了。 虽说上了祖谱签了婚书,小家伙也不在意什么婚宴,可他不想委屈了他的小家伙。 这时弟子在门外敲了敲门,蓝湛问道,何事? 二公子,蓝老先生和宗主说,今日不用听学了,还有请二公子和魏公子去雅士。 知道了,魏英大概猜到什么事了,他紧紧抱着蓝湛,哼,管他耍什么招数,他绝对不会让他得逞,把忘记哥哥抢走的。 两人来到雅士,在门外等弟子进去通船,而后才进去,一进到屋里,便听到了撕心裂肺的哭声。 魏英还以为死人了,哭那么惨干吗?吓死人了。 坐在一旁的江雁里,看到相邪进来的两人,一个清冷一个明媚,是那样的般配。 而且,他们之间容不下第三个人的存在,可是他不甘心,怎么会这样? 明明躺在床上,跟金公子有染的人是他,然后在这里难堪的是他而后,被蓝二公子嫌弃的人是他才对呀。 怎么现在变成了是他自己了? 感谢观看